我本人在三个星期的林维州委员担任主席的时候 那么发言时间很长 那么情绪也没有控制好 所以造成委员会的困扰像委员会之前 不过会要跟行政部门提醒 尤其是第一局到第九局的态度都应该理事 那么球队的表现 每一个球员都要负起责任 不是到了第九局就可以故意投这个畜生球 段尼康讲的畜生球 我还没有那么关心 我还是一直很关心 段尼康我也到底吃了 畜生球没有 他要吃一颗 两颗 三颗 要蒸的 煮的 红烧的 清蒸的 我都可以接受 他到底吃了没有 所以还没有吃畜生球 就在担心罗云显的畜生球 那可能是多余的 但是段尼康很明显的 包括段尼康 包括黄国昌 包括徐永明 他们都因为这几天 民意的风向完全180度转 搞个老半天 你们这些人拿着诈欺犯的人权 然后要去哄大家台湾的主权 要去跟中国大陆对抗 你把一个国际公罪 诈欺是国际公罪 有哪一个国家的刑法里面 没有写这个诈欺罪都有的 只有那个什么政治犯 那些东西说我的国家规定 跟你国家规定不一样 那是可以的 每个国家都一样的东西 你台湾要例外 为了要争取你的台独思想 要来冲击两岸关系 要来破坏两岸和谐 然后你就拿了炸雞犯做体材 结果通通被谁 被羅盈寫的畜生球 通通给戳破了 所以马上乖乖的 赶快转向 赶快自己找楼梯下 畜生球的自己找楼梯下 不过段立康我们不以人讽言 他说你最好是九局打法都要一样 罗英学我真的给他高度的赞赏 高度的肯定 我第一个时间就给他高度肯定 这跟沈大佬意见不太一样 但是我强调就是说 如果马政府的所有的官员 在九局的第一局的上半场的时候 就能够像罗英学这样很有立场的 来维护自己的政策 维护自己的尊严 怎么会有太阳花 怎么会有福茂 两岸关系条例 黑路木杰的东西怎么会出来 就是因为没有战斗力 简单讲 每一个都要这样东东 但是很感谢罗英学在最后 至少九局下半场 还能够打出畜生球 这已经很了不得的成就了 所以我实际上想 就是说政务官要懂得维护这 不要怕委员执行给我难看 或者委员在议算卡你 议算卡的不是你法务部长的议算 卡的是法务部议算 是全国的议算 对 让老百姓在这边做判断 只要舆论风向对 老百姓认知到说谁对谁错 是非对错 永远是真理的唯一标准 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 所以你这样一摊开来说 你看不是乖得要命吗 断尼康赶快说我跟委员会道歉 跟委员道什么歉 跟罗云协道歉 他只是把罗云协换成委员会 帮自己讨个一个最后 一点点酒局下半一点点尊严而已 不过你看要有尊严 还是要乖乖把 武水石膏吞了 要把虚棍酒吃了才会有尊严